一种鸟的影响力有多大 它让湖山水库的新建停摆了一年 虽然水库已经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但是环平有发挥它的功能吗 生态环境的价值在环平的过程中 占有什么地位呢 迎着朝阳车子在云林的乡间小路上前进 顺着这条路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生态的国度 阳光穿过树叶缝隙 洒下希望的光芒 隐藏在森林中的生物 透过各种声音来宣告它们的存在 生命在每个角落都有惊喜 只是人们懂不懂得去欣赏与体验生命之美 那边有个绣炎的 它是在孵蛋 绣炎画面的乡山 所以一定要 对 这在前面而已 大概三公尺 这边可以拍得到 在隐秘的树丛间 生命正在繁衍 森林孕育了无数的生命 每一棵植物 每一片土地 共同丰富了这里多样的生态面貌 对啊 这算蛮好走的 在云林枕头山脉 有一种行踪很隐秘的鸟 叫做八色鸟 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 我们可以更了解八色鸟的生态习性 这个鸟座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刚才所形容的 它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斜坡上面 它常会利用就是 这个溪骨旁边一个陡峭的斜坡 然后通常它有一个小小突起的地方 那这样的环境就是说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一般的一个天敌 包括蛇类或是说一些蒲鲁类 它其实 它可能在溪骨行走的时候 第一个它不容易看到 第二个它 其实看到一些 它不太不容易攀爬到上面 或是一些蛇类 它都比较不容易攀爬到上面 另外一个好处是 当青鸟它在里面孵卵 或是孵蜀的时候 它一个头 大概是在一个草口的位置 它可以很容易观察到 附近的一个动态 对它本身来讲 它自己的安全性来讲 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维护 每年4到9月 八色鸟会回到台湾 扮演下一代 研究发现 台湾许多浅山 都曾经发现八色鸟的踪跡 但是都只是灵性分布 不具备繁殖的条件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 整台山系是世界上 八色鸟最大的繁殖地 有没有 我没看到上面 树长得很好 然后下面就很暗 即使太阳才这么大 下面都是暗暗的 很多枯枝若叶 那当然有几乎很多 会蚯蚓这么大就可以 所以这里有一些食物 它可以生长 然后所以八色鸟还有的 它就会在这个西谷 在那边找东西吃这样子 八色鸟的研究得以进行 是来自于生态保育运动的成果 民国88年 林内乡湖本村的村民 反对在枕头山私有地 开采露沙 后来结合八色鸟保育的议题 提出保护八色鸟的故乡 湖本村的诉求 保育运动在国内外保育界的奔走 与努力下 陈总统也为八色鸟请命 护杀开采 于是有了转环的空间 这群从英国荷兰等地远道而来的鸟友 特地安排了六天的行程 来台湾赏鸟 我认为它应该要保护 对于台湾的民族 而不是为商人和政府 所以我认为它应该要保护 如果你想想想 一个国家的秘密 对于台湾的民族 我认为它应该要保护 它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它 我认为它有很多屋像这些 所以可能这些是一个小部分 但是这些是一个很好的核心 所以我认为这些是很残忍 如果它没有来 八色鸟是低海拔森林的重要指标 因为人类开发 全世界低海拔森林快速地消失 八色鸟的数量也因此急剧下降 它在枕头山系一带密集分布 代表着这片连续的森林生态价值极高 国际鸟蒙将这块漆地 与海面皮鹿南来渡东的气谷地区 同样列为A1等级 然而湖本村陆沙开采的危机尚未消失 枕头山国有林班地建造湖山水库的计划 也浮上台面 因此八色鸟保育面临腹被受敌的困境 从我们的Ib上涨的一些蕨类 以及我们这些苔藓 以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的台湾鲁竹 或者是说像那个观音座莲 或者是说多安枸杞 等等非常多的蕨类 都充实在这个西谷两岸 这是一大特色 另外在这种充满多样性的一个植物世界里面 我们发现动物它也因为有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植物类型 造成它栖息的一种多样性出来 那从特森中心 它所做的一个调查里面 我们发现在短时间里面 就已经调查到几十种的一个鸟类 这是蛮特殊的一个现象 尤其是八色鸟 更是最中爱这个地方 尤其全世界八色鸟 那个密度分布最高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块 附近几个溪流里面 这是全世界八色鸟 它一个所爱的一个栖息环境 也就是说这一块 起立一个特殊性 在民国九十年 林务局提出将枕头山系的 61到73国有林班地 总面积2000多公顷的林地 化为八色鸟重要栖息环境 但是在71到73林班地 水利署中区水资局 正准备开发为 湖山水库使用 湖山水库它整个泛 它整个淹没区 整个水库如果满水位之后 淹没区大概将近200公顷 200公顷 那有156公顷呢 刚好就是我们的重要栖息地的范围 那这个重要栖息地的范围 偏偏就是我们经过一年的 这个资料的收集呢 是八色鸟族群密度最高的区域 湖山水库每天有69万吨的出水量 其中20万吨为民生用水 其余的供给云林离岛工业区使用 竹坝兰水是台湾水资源最主要的蓄存方式 然而水库建设的成本 并没有把环境成本算进去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冲击 往往只是水库规划完成以后 环境影响评估时的一份调查报告 这个整个溪流里面 如果我们仔细找 其实还可以找到很多螃蟹和虾子 我曾经看过 就是有一两个大人就在这边抓 一下子就抓到 这样一两斤的虾子回去煮 那这里的螃蟹主要组成是黄粒泽蟹 跟那个拉丝清晰蟹 那代表说这里的环境是低污染 而且是水质蛮干净的一个水域 那底下还有一些虾虎之类的一些鱼类 开发水库受影响的 不只是溪流中的生物 两岸的植物 昆虫 两栖类 爬虫类 鸟类 哺乳类 它们的生存环境也同样被剥夺 生态环境的成本 始终没有量化的数据可供参考 保育团体与开发单位 对生态环境的价值 评估也往往没有交集 开发者对生态造成的破坏 也往往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 你水库一旦动工以后 它的淹没区是直接造成一个漆地的一个破坏 那我们知道八色鸟是一个指标物种 如果一个八色鸟一个漆地完全破坏以后 这相对的其他生物大概都没了 那这是第一个顾虑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顾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原则上这是一个生物廊道 在介于清水溪跟溪部平衡之间 如果一个湖山水库阻挡下去以后 那所谓的生物廊道 是不是阻断它 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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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路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其他替代方案 那如果没办法提出替代方案之前 它有环保界会有疑虑 一开始湖山水库环评说明书中 并没有调查到八色鸟 环评说明书中的生态资料 在环评审查的过程中 经常沦于形式 现在面对八色鸟重要栖息地化设 湖山水库可能导致栖地破碎化 甚至生态廊道被切断的疑虑 中区水资局正委托调查单位 做可行性替代方案的研究 为什么水资局一直到去年12月份 它才有比较好的回应给林务局 对我们提出来的替代的保育措施 主要是因为涉及到保安林的解除问题 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提出来要把淹没区的保安林 申请解除 当时我们没有同意 我们没有同意 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就是要他 再提出对于八色鸟的具体的保育措施之后 我们才会同意解除保安林 因为他一开始的注意关怀的焦点 是在湖本村那一带 所以等到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七七地的时候 我们跟林务局的配合就没有问题了 当初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这两个的关系 所以我们提出解备的要求的时候 并没有附上这些八色鸟的补充调查的资料 那林务局他们要求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分析调查以后 我们就赶快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美农反水库运动 最后在强而有力的政治力介入下 取消新建计划 取而代之的是台塘广大的土地上 诞生台湾第一座大型平原水库 吉祥人工湖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方向 假如我们在其他台塘的地 如果能够也是类似像泰化这种人工湖 也是人工水库或者是人工湖之类的东西 去做一个水库移植的话 那是不是走出了第三条路 第一个我们兼顾工业用水 密社用水 第二个又兼顾生态的一个多样性稳定性 在其他的水源方面 比如说海水淡化 比如说在沿海地区做人工湖等等 当初在整个评估的过程 都有做详细的比较 但是比较的结果 还是以湖山水库是最优选的方案 开发必须在永续的基础上进行 这是为世代子孙 也是为地球万物 而现行的环平制度 却经常无法尽到为环境把关的责任 也没有明确的生态补偿机制 用再造其地来补偿开发时的环境损失 在云林县 我们把它看一下 林内 斗六 谷坑的山区 大部分都已经遭受严重开发 假如我们再不能去好好的思考 像一个低海把生物特色的一个环境 来加强保育的话 那我们其实我们有愧对后代子孙 那也就是说我们必要从 这个环境正义的一个角度去思考 我们未来要怎么走 而不是说把眼光放得很短 把眼光集中在这个世代 或是少数的一个几个区域而已 这个也是我必须要再三强调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 它的那个气力的独特性 是不可替代的 这个月水资局将提出 八色鸟保育的替代方案 如果不是重要栖息地的画设 涉及保安林地解变的问题 八色鸟可能也会像其他珍贵的 保育类动物一样 成为环平说明书上的一个名词而已 生态环境的价值在哪里 如果它是台湾永续的基础 很显然的 我们的环平制度还要再加强 生态画面有好啦 开心